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我就知道哪个陶艺家在做的 以内行人来看大部分都知道 店里除了独具风味的艺术家作品之外 这个利用陶瓷编织出来的大小良店 更是畅销的特殊商品 我們這個都是用手工的陶瓷 用陶瓷下去做的 它不是像外面塑膠 外面大賣場賣的都是塑膠 它是用牛筋線下去穿的 這個很容易就氧化 越做越熱 那我們的產品主要是24條魚線 釣成一心 所以說你只要不拿剪刀 不要用朗頭下去敲 這產品保證是很好 不會那麼快就壞掉 然後可以用省電 主要是省電 夏天冷氣不用放那麼涼 真的很好用 除了陶瓷良店店裡另外一樣人氣商品 就是這個可以招財盡寶的開運聚寶蛋 五行水晶加上可愛公仔 是許老闆最得意的創意發想 這個就是五行開運聚寶蛋 它主要是下面都是五行的水晶 然後慢慢串 弄成一顆 慢慢裝 慢慢填裝 然後公仔放上面 可以將五行劑寶蛋放在家中的柴位 或書桌 半光桌 可提升偏財運 穩定正財 然後可累積你的招財人量 這主要一個idea 我本來以前是放一些水晶 只放水晶上面一顆冒引石 然後想一想現在是 那時候是公仔正夯的時候 我想說不然來弄一個公仔 裝個公仔那應該是銷路是蠻好 所以我的idea就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來做 這是我們本店最暢銷的東西 一個一個自己親手製作 不講他人之手是他的堅持 下次有機會造訪百年逃訪 記得給許老闆一個溫暖的鼓勵哦